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这周又在网上和大家见面了 在感恩我们每周还能在网上相聚 聆听神的话语的同时 现在更要感恩的是 我相信很快我们就会恢复实体的聚会 大家可以回到教会中一起团聚了 其实回顾过去的这几个月 我们不仅需要在家里在线参加教会的聚会 很多人还需要在家里来办公 以前在家里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结果现在成为很多人工作的场所 当我们的居家生活和居家办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真的真的非常繁忙 好像整天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休息 很多人都和我分享 现在不去办公室比以前去办公室还要忙 其实我自己也深有感受 最近圣灵就提醒我说 越是繁忙的时候越要特别注意 越是繁忙的人越要特别小心 你知道吗 邪灵喜欢攻击忙碌的人 他的攻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 邪灵附体给你搅扰给你疾病给你混乱或者给你郁闷 而是更高级别的攻击 那就是在繁忙之中让我们丧失自我 丧失神所给我们的命定和指引的道路 在繁忙之中忘记了我们是谁 我们要去哪里 这才是最高级别的攻击 好像魔鬼在旷野里试探耶稣 不是试探耶稣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面包 不是试探耶稣能不能从高处跳下 不是试探耶稣能不能为了荣华富贵来下拜魔鬼 而是真正的试探是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面包 能不能从高处跳下 你能不能拜我就是魔鬼 而得到全天下的富贵荣华 你看试探的核心是什么 试探的核心乃是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就是试探耶稣的地位和命定 这也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很繁忙 忙于生活 忙于赚钱 忙于奔波 忙于享受 但是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 慢慢的发生变化 圣经说 一生的果效从心出发 一开始忙 我们的心就会亡 就是心死 心死我们就会忘 忘记的忘 忘记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忙也会让我们忙 眼目的忙 看不清人生的方向 和神带领的轨迹 你看我们华文汉字 是不是很有趣 很博大精深 我记得 美国的科学家 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 有趣的试验 在两个玻璃瓶子里 各自放了五只苍蝇和五只蜜蜂 然后把玻璃瓶子的瓶底 对着有光线的地方 开口朝向那黑暗的地方 几个小时之后 科学家发现 五只蜜蜂全都撞死了 而五只苍蝇 却在玻璃瓶的后边 找到了出口 飞走了 蜜蜂 辛勤忙碌 认定有光源的地方 就是出口 直到撞死为止 反而苍蝇 它不会被光亮所吸引 它找到了出路 所以我们看到 拼命的忙碌 不是你成功的条件 首要的条件是 走正确的道路 经常有人问我说 牧师 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我的人生的命定和方向 这个问题和 怎么能听到神的声音一样 都是基督徒询问频率 非常高的问题 很多人解释 怎么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却不多人来讨论 怎么能够知道 人生的命定和方向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怎么能够知道 我们人生的方向和命定 并且活在其中 不要以为这是年轻人 所关心的问题 其实神在你每一个年龄阶段 都会带领你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道路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找到方向 跟随带领 留在命定之中 今天和大家分享三点 这三点确保你能够看清方向 并且留在命定里 继续按照神的带领而前行 第一点 努力重要 方向更重要 努力重要 方向更重要 我们看撒米尔记上 九章第三节 撒米尔记上 九章第三节 扫罗的父亲 即使丢了几头驴 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 你带一个仆人 去寻找驴 扫罗就走过以法连山地 又过沙利沙地 都没有找着 又过沙林地 驴也不在那里 又过遍崖闽地 还没有找着 到了苏福地 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 我们不如回去 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 反而为我们担忧 仆人说 这城里有一位神人 是众人所尊重的 凡他所说的 全都应验 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 或者他能将我们 当走的路 指示我们 这段经文 是扫罗在被高丽为王之前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 他帮他爸爸寻找丢失的驴子 哪里都找不到 最后有人提醒他说 与其你自己乱找 你不如去问一问 有一位神人 就是先知萨姆尔 有神人帮助 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结果扫罗就去找了先知萨姆尔 可能你觉得这段经文 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如果你仔细查考一下 以色列的地理 你就会发现 扫罗从伊法连山地 又到沙利沙地 又到沙林地 又到汴亚敏地 又到苏福地 这一圈走下来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 地图上的距离 也有一百多公里 你别忘了 那个时候没有公路 还没有算上山下坡的距离 可见扫罗真的很努力地去寻找驴子 翻山越岭 一心要把驴子找到 就是找不到 这就好像迷路的人 迷路的人最需要的是GPS 而不是地图 GPS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因为给你一张地图 你不一定会看 但是如果你有了GPS 他就会带你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萨姆尔就是扫罗属灵的GPS 扫罗知道 只要我找到萨姆尔 就不需要到处乱找 因为神人萨姆尔肯定知道驴子在哪里 所以圣经说 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 所以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的指引 比你努力要重要的多得多 我记得有一个犹太的传统故事 有一匹马和一头驴在聊天 马要和主人走天下 驴子嫌太远太累 他宁可在家里绕着圈磨那个磨盘磨面 他也不要出门来受这个累 几个月之后 马回来 驴子来问马说 你去了那么远 你累不累啊 马说 累是蛮累 但是你每天在这里绕着圈 其实你走的路也不比我少 可是我在外边看了世界 而你又得到了什么呢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 在我们努力之前 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所要前进的方向 如果没有方向的人生 好像迷航的船只 不知道航向在何方 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这样下去 你再努力也只是事倍功半 我们需要方向 不仅是方向 还是要正确的方向 是从神而来正确的方向 以色亚书四十九章第十节 告诉我们说 四十九章第十节 不羁不可 炎热和烈日 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连续他们的 必引导他们 领他们到水泉旁 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 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我们的道路和方向 只有神能够指引和带领 其实无论我们什么年龄 多大年龄 什么情况 都能够被神使用 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 你没有办法明白 神对你人生的计划和目的 但是你一定要对神充满信心 相信祂的带领 祈求祂的方向 把一生当中最好的年月 献给神的国度 而不是等到我们年老了 人生大彻大悟 一切都放下了 才恍然大悟说 哎呀 我的一生除了吃喝玩乐 好像没有留下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越早越年轻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的人 越快进入到你自己的命定 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 告诉我们说 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 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造你的主 我们从扫罗寻找驴子这件事 你能看出来 他知道 当他找到先知萨姆尔 就是鼠灵的GPS 他就一定能够找到他的驴子 在旧遇的那个时代 先知就是Prophet 就代表着神的启示和带领 如果我们找到启示和带领 听到神的声音 你就能走在正确的方向之中 好了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看不到神指引的方向呢 为什么我听不到圣灵微小的声音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我们过度的忙碌 过度的关心身边的杂事 而不是静下我们的心 定清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就被周围的杂声 心里的杂音所干扰 神带领和圣灵的指引的声音 也会被他们所掩盖 所以我们需要静下我们自己 来寻求神 这个静下不是让你去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么简单 一个安静的房间 就算你在安静的环境下 但心里翻江倒海 不停的思想 不同的事情 还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放下我们的忙碌 安静我们的心 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去聆听圣灵的声音 你才能清除神的带领 我听过一个故事 大概在一百多年前 有一个裁缝的老板 他深夜带着很多工人 一起来赶制衣服 因为他明天需要交货 在半夜两点的时候 终于全部做完了 大家非常累 准备放工 这个时候 老板突然叫了一声 哎呀 不好了 怎么回事 很多人就问 老板发现 他身上的怀表 叫Pocket Watch 不见的 怀表不见 还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 他的怀表 和一把钥匙 绑在一起 而这把钥匙 是客户仓库 大门的钥匙 客户千交代万嘱咐 千万千万不要弄丢 因为明天早上 送货的时候 需要用他来开 仓库的门 这下子怎么办 老板立刻动员 全部工人 在厂房里寻找 怀表肯定 掉在房间里 只是不知道在哪里 因为这个工厂很大 而且很乱 废布条 废报纸 各种线头 大满地都是 大家满头大汗 也找不到 老板也非常着急 这个时候 他七岁的小儿子 告诉他说 爸爸 你不用担心 我能找到 你们都回家去吧 明天早上 我就会给你 老板就很诧异 他说这么多人都找不到 你一个小孩子 怎么能找到 第二天早上 儿子真的 把怀表和钥匙 交给了爸爸 爸爸很吃惊 他说 儿子你是怎么找到的 这么多人都找不到 你为什么能找到 儿子告诉他 很简单 当所有人走了之后 所有机器都停下来之后 整个厂房就安静了下来 这个时候 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他就闭着眼镜 闭着眼镜 静静地听 他就听 听 在静得可怕的厂房里 清楚地听到了 怀表发出的 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 儿子就顺着声音 找到了爸爸的怀表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告诉我们说 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们要做耶稣的羊 跟随他 定睛在主的身上 安静我们的心 主的羊 能听到主的声音 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能听到主的声音吗 安静你的心 不再烦乱 不再繁忙 你必然听到他的声音 看到他指引的方向 努力重要 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 更重要 阿妹吗 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 生活重要 命定更重要 生活重要 命定更重要 萨摩尔记上九章十九节 萨摩尔回答说 我就是先见 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 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习 明日早晨我送你去 将你心里的事告诉你 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 你心里不必挂念 已经找着了 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 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 萨摩说 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 至小的便亚敏人吗 我家不是便亚敏支派中 至小的家吗 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在这段圣经之前 如果你读到 萨摩尔在前一晚 其实神已经告诉他了 以色列未来的王 就是明天要来找你 来找驴的那个扫罗 萨摩尔就告诉扫罗说 不要挂念驴子 因为你就是全以色列人 将要仰慕的人 就是暗示他说 你就是以色列的王 可是扫罗却反问说 我是谁 你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扫罗完全没有看到 神对他的命定 神对以色列的命定 他的心里只有驴子 但是你看 你说他真的关心驴子吗 真心爱那个驴子吗 不是的 扫罗最担心的不是驴子 他没有找到驴子 反而他父亲会担忧他 才是他最担心的 怎么知道 我们再来看 萨摩尔记上 十章第十节 十章第十节 萨摩尔拿瓶膏油 倒在扫罗的头上 与他亲嘴 说 这不是耶和华 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 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 在汴亚敏境内的谢萨 靠近拉结的坟墓 要遇见两个人 他们必对你说 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 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 反而为你担忧 说我为儿子怎样才好呢 这段圣经 我们能学到什么 萨摩尔问扫罗 让他自己去思考 你自己挂心的到底是什么 你挂心的是你的驴子 还是你父亲对你的担忧 还是神对你的命定和带领 很多时候 我们心里真正挂心的不是神的命定 而是驴子 什么是驴子 这驴子很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发展 我们的生活 也可能是我们担忧的是 父亲对你的担忧和感觉 那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 对你的评价 我们自己的面子等等 神要我们真正罪挂心的事 要放在首位 好像扫罗一样 不是你的驴 不是你父亲对你的感觉和看法 而是神的命定和带领 因为他要使用你 为他和以色列的全家成就大事 阿们 真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出发 各位弟兄姐妹们 一生的果效从心出发 你挂心什么 那就是将来我们要追求的方向和行走的道路 扫罗虽然高大勇猛 俊美秀丽 但是他缺乏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资质 那就是他好像不太注重属灵的事情 他只注重属士的事情 你要知道 当时先知萨姆尔在以色列传讲神的话语很多年 圣经说 从但到别是 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耶和华立了萨姆尔为先知 这么大一件事情 这么有名的一位先知 你看扫罗却不知道 他却不认识萨姆尔 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很多年 我们却没有听过 葛培里 比利格罕衡 或者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一样 以色列不是什么大国 但是扫罗却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先知萨姆尔的认识 还不如他自己的仆人 可见扫罗他这个人 对国度的关心程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神的国度 在他的眼里可能还不如那只驴子 各位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挂心的应当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时刻都有一个心智 我们要去实现 神对我们的生命的命定和使命 其他的事情都是要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刚信主的时候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说 追求神的国神的义 其他祝福神都会加给我们 如果我们的精力都放在神的国度 我们哪有精力和时间去赚钱去养家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 神不是让我们不去赚钱养家 什么都不做 完全去传福音 这不是神的旨意 这句话更真实的体现在于 如果我们能把心思放在神的国度 和他建立关系 神给我们的一点点智慧 一点点启示 一点点指引所带来的祝福 就完完全全够我们用了 我记得教会有一位做生意的弟兄和我分享 早年他的生意非常忙碌 但是他还坚持来教会服侍 祷告会 把繁忙的生意丢给别人来打理 其他人就问他说 现在你的生意进入那么关键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你不好好的照料 还在教会浪费时间 他和我分享说 天文师 别人不知道 当我去追求神的国 神的义 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有多少次 神超自然的出手 帮助我化险为夷 有多少次 神给我的启示和智慧 让我祝福满满 有多少次 神的介入 让我避免了一些 和我合作伙伴 不必要的官司和争端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其他的 他必加给我们 阿们 各位兄弟兄弟妹妹 知道我们自己应该挂心什么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我们最应当去追求的 不要丢西瓜 捡芝麻 而要努力的进入 神为你预备的命定 旨意和道路之中 有人问 那我知道 我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 那怎么能够保证 我能继续的走下去 走在神的旨意和命定里 我要怎么来做呢 其实做法很简单 但是你能做下去 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第三点我要和你分享 三 知道重要 坚持更重要 知道重要 坚持更重要 圣经当中有很多道理 听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可不容易 所以之所谓 听到容易 行到难 人生有很多道理 也是如此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明白 我们都理解 能不能坚持下去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记得 马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小聪明不如傻坚持 年轻人做任何事 都要执着地坚持下去 因为有坚持 就会有奇迹 找到命定 走在我们的命定之中 最后到实现命定 可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神可以告诉你 直接地告诉你 你的命定 或者好像约瑟那样 让神给你一个梦 让你知道你的命定 当然真的有人是这样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梦 来明白自己的命定和方向 也不是天天要问神 神啊 我的命定是什么 或者去问牧师 牧师啊 我的方向去哪里 真正的命定和方向 需要我们活在神的话语之中 神会一步一步地向我们 展现出来 展示出来 我再说一遍 我们的命定和方向 需要我们活在神的话语之中 神会一步一步地向我们 展现出来 展示出来 那怎么能活在神的话语里 简单的四个步骤 你能坚持 能照着做 你就能活在神的话语之中 明白你的命定 第一 你要规律坚持读经 规律坚持读经 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 活在神的话语之中 最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有规律 有计划的去读圣经 我们要注意 参加特会 参加祷告会 让圣灵充满 都不能代替读圣经 每天读圣经 就好像漏血的女人 每天去摸耶稣的衣裳一样 每天能够得着全新的能力 还有 听道也不能代替读圣经 我知道疫情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在家里 很有时间 听不同的牧师 讲不同的道 听道很重要 但是 听道不能代替读圣经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是一边做家务 洗碗 煮饭 扫地 跑步 运动 一边听神的话语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左耳进 右耳出 但是读圣经就不一样 你需要恭恭敬敬地 坐在那里 打开圣经 领受神的话语 有几个人可以 一边做家务 一边洗碗 煮饭 扫地 跑步 运动 一边读圣经的 恐怕做不到吧 所以要有规律 有计划地 把圣经读好 是活在神话语 和命定当中的第一步 第二 你要常在灵里祷告 常在灵里祷告 我们要操练 每天 每天固定的时间 在灵里祷告 专注神的宝座 以前我分享过 方言是让我们 从神领受 各样奥秘的秘诀 保罗说 放言比任何人都多 保罗写的新约的书卷 也比任何人都多 所以灵里的祷告 让我们与天相连 更好地领受 神的启示 和神的方向 第三 固定操练 进食 固定操练 进食 进食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很困难 但是我相信 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应该不会太难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 推广进食 一直在强调 进食的重要性 鼓励你 至少每个月 操练进食一次 至于几餐 几天 随你自己的情况而定 最重要的是 要坚持 进食就是 谦卑我们自己 寻求主的面 寻求神的旨意 和道路最好的方法 第四 你要坚持突破祷告 不是一般的祷告 是突破祷告 我知道 很多经常祷告 弟兄姐妹们 有很多事情需要带导 为国度 为列国 为教会 为个人需要 为身体的病痛等等 但是 你要想走在神的命定里 神的方向 神的道路 你必须每天 要为三种突破而祷告 哪三种突破 今天我要告诉你 第一 你要为内在生命的突破而祷告 你要祷告 增强与神的关系 加强敬畏神的心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约束我们的言语 听见并顺服神的声音 让我们的内在生命 要经历突破 第二 你要为心思意念的突破而祷告 你要祷告神 求神赐给你属天的智慧 领受神的话语的开放 对神和神对末世计划的启示 更新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 用全新的思想 来面对末世多变的世界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要经历突破 第三 你要为恩高能力的突破而祷告 你要祷告神 求恩高 在服事中发现 看到命定 走向命定 你要知道 发现和走向命定 都是一个过程 需要实践 也需要时间 我们在教会 我们在教会内外的服事 都要带着圣灵的能力 只有圣灵的大能 才能让我们看到突破 看到改变 让我们的服事的恩高和能力 经历 突破 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要想走在神的命定 方向和道路之中 这三种突破 我们每天都要去寻求 各位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从扫罗的故事 让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们要学习 放下我们的女子 放下别人 对我们的感觉和看法 好像扫罗 以色列人 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 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 问问自己 我们挂在心上的是女子吗 这个女子可能是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发展 我们的生活 还是父亲的看法和担忧 这个看法和担忧可能是 别人对你的看法 别人对你的评价 别人对你的意见 或者我们自己的面子 所以放下女子 放下面子 跟随耶稣的命定和道路 去得着他为我们的生命 预备的丰盛和奖赏 阿妹吗 记得几年前 我在以色列参观过 他们的钻石加工工厂 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启示 你要知道 在以色列本国 他们不出产钻石 他一粒都没有 但是 以色列的钻石加工工业 包揽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 钻石加工数量 加工的技术被公认是 全世界最先进的 因为他们采用非常先进的切割和 抛光的技术 而且这些先进的技术 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家族里 祖传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以色列的钻石加工工业 在世界能有一个领导地位的 根本的所在 如果你看过钻石的原料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好像一块融化的玻璃 但是一颗钻石的价值 不但在于钻石的质地 而且取决于它的加工的工艺 切面越多的越昂贵 而且所有的切面将会反射出光芒 最后聚集于一点 由于钻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 没有什么刀可以切割钻石 只能用一颗钻石来切割另外一颗钻石 切割就意味着疼痛 意味着放下 光线的聚集就意味着聚焦和对齐 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好像钻石一样 如果我们愿意被神切割 打磨 割掉放下生命中没有用的部分 放下我们的驴子 别人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的焦点就会和神对齐 就可以反射出神璀璨的光芒 走在祂的命定 道路和旨意当中 阿们吗 这样的人生 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有意义的人生 有方向的人生 有命定的人生 你要想品尝主恩的甘甜和美好 按照神的应许 你要先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以祂的心为心 把祂的事放在首位 你就会走在祂的旨意和道路之中 神也会把超过你所想所求的祝福 好像诗篇三十四章第八节 应许我们的 诗篇三十四章第八节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各位兄弟兄姐妹们 很多东西都是不常不知道 一常忘不掉 如果你还没有尝试 寻求祂的国 祂的义 我建议你去尝试 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命定 努力走在这个方向和命定之上 不再被繁忙的工作和忙碌的生活所困扰 定睛基督建立和神的关系 放下我们的驢子 放下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放下我们自己的面子 放下所有应该放下的 我们就会好像钻石一样 反射出神璀璨的光辉 品尝到神良善和美好 活出基督荣耀的样式 阿妹吗 相信你就大声说阿妹 今天我要特别为那些 需要寻找命定方向的弟兄姐妹们 来祷告 我也要求神帮助我们 活在祂的命定当中 活在祂的话语当中 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天父上帝 主耶稣 我们要感谢你 今天 借着你的话语 让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 放下我们心中 挂心的驢子 放下别人 对我们的看法 单单的追求你 定睛在你的旨意 道路和命定之上 主我要祈求你 帮助我们 在繁忙的工作之中 忙碌的生活之余 不会迷失自我 要时刻记得 与你相连 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 倾听你的声音 先求你的国 和你的义 其他的祝福 你都要加给我们了 让我们抓住 和你的关系 其余的一切 都不是问题 求你向你的孩子们 启示你的道路 旨意和命定 让他们看到自己 正确的人生方向 我们感谢你 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 最后 我要祝福 所有观看 今天聚会的弟兄姐妹们 愿天父的慈爱 主耶稣的恩惠 和圣灵的感动 加上神的保守 和超然的平安 无论他们现在 在哪里 都与他们同在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一起说 阿们